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一連三集的夏天轉會槍建議來到最後一天 今集會講前線的位置 最終整合三集內容去得出一個最理想、最進取的方案 以及一個最基本要達成才叫合格的方案 會提及到一些註冊歐洲菜的本土培訓名額 以及我自行猜測的轉會費金額 或者和網友的新聞的跟進有出入都不奇怪 始終這些轉會新聞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消息走出來 那不講那麼多廢話,入正題講回現有對中的前線人腳 雖然費明路已經躍滿離隊 但其實陣中踏到一線實力的風扇球員仍然不少 首先從競爭比較激烈的左翼和中方位 基本上除了迪亞斯之外 紐尼斯、祖達和加普三個都可以遊走於這兩個位置 迪亞斯今季的開頭是延續著上季尾的強勢 他的盤扭和突破能力仍然是很大的威脅 對著水晶弓的時候,紐尼斯拿了紅牌令我們打小過 但憑著迪亞斯的一人之力入球來追成平手令我們不用輸球而回 但自從十月初對著阿仙奴那場球撞傷了膝頭 原本打算只是休息三個月,世界盃之後就可以復出 誰知十二月初球隊杜拜復操時又再捉傷了膝頭的位置 搞到要再動手勢去根治 再休息四個多月,到四月中才能夠再撤回我們上陣 但出來的感覺上就沒有了以往的突破力 經常都扭失球,又繼續過人主義得仔 和隊友夾不到 沒有人觸摸到他究竟什麼時候想傳 什麼時候想扭或射 始終休息了半年以上 我們都沒有辦法要求他一來就馬上回頂峰的狀態 希望經過之後的季前熱身賽階段 他會找回自己的狀態 不要被一次失傷就搞到廢了武功 如果只能發揮水平 其實對球隊仍然很有用 來季都會繼續給他機會 另一個也是傷了很長時間的還有祖達 上季完了之後跟葡萄牙去踢歐洲國家聯賽 再弄傷了腿筋 去到今季季前熱身 在泰國復操的時候又再傷患復發 搞到開季都還未出得回 去到九月初復出的時候 但是踢得多長 去到十月中 就對曼城的時候 保時階段引發了一個小腿的嚴重受傷 令到他連世界盃都踢不到 休息四個月去到二月中才可以再復出回 曾經經歷了整整一年的入球方 最終去到四月就對著烈斯聯的時候 才可以回開二度打破 雖然入球來得比較遲 但他今季都還趕及入到七球 對熱刺的絕殺球 和對森林大腿浪源的球 再左的抽射 都是今季很精彩的畫面 留美見得回他的狀態提升了 他在門前部位和射門的能力 在發明爐走了之後 肯定是隊中最好的一個 而且沙拿如果要被換走的話 很多時候 祖達都是第一個被放去右翼的位置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重任在身 他狀態好 都令球隊最後的成績大幅度改善了 下季都會繼續有很大的作用 可以提供到給我們 而上年夏天的重磅收購達雲樓尼斯 我想無論怎樣評價 都會引起很激烈的討論 差的地方很明顯 控球技術很粗糙 埋滿一腳不夠冷靜 脾氣又很容易被人氣氣到 貴吹已經用頭頂人就拿了一張紅牌 但要說好的地方 他亦有不少 他的速度和無球走位都很出色 無論在邊路突破 或接應直線走單刀的機會 是比起一般的球員多很多 即使他最終跑刀的機會 很多時候都錯失了 所以令到他的精華畫面 是比較難看一些 但也要他有能力走得出這些機會才行 還有他第一時間的射門 或者傳球質素 其實是比他慢慢控定的玻璃處理 是好些 他的身體質素和硬件也不差 本身是一個前場混亂的製造機 在我們上半季中前場都多人受傷的時候 最依賴著的就是他這種製造混亂的踢法 最終正式賽事中 今季都有14個入球4個助攻 除了SALA之外 他的入球參與率和費明爐一樣 爬在第二位 貢獻絕對是有的 而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不應該拿他和夏蘭特比較 雖則他目前還有很多上代磨鍊的地方 現階段就肯定不值他的身價 但他現在只是23歲 還有很多成長空間 由他加盟的時候 介紹他的影片 其實我都已經和大家打底了 他不是一個即食的球員 大家是要給他一點耐性 之前他在奔菲加的第一季 其實都是入得14球 但第二季就大升到34球 看看這種第二季的大幅度提升 是否可以從我們這裡重現出來 不過也不是一面倒對他樂觀 他始終現在在隊內的定位 比較尷尬 中鋒位加普的毅9號回後猜能力 明顯比他好很多 所謂的話 他有沒有早達或迪亞斯的突破和配合能力 而且位置遠離了球門 又用不到他的入球能力 那究竟下季他應該要繼續擺去左翼位 還是高普不再用毅9號 來給他打個真正入球的中鋒位呢 這些都要交給高普去量度 始終他是決定重磅收購 這個大幅劉尼斯回來的人 要怎樣用劉尼斯這個決定 這麼艱難 就交給高普自己去想 至於加普 這個今年1月買回來的荷蘭攻擊手 開始以為買他回來是打左翼位 亦有人說他在荷蘭是踢中場 是可以回來踢中場中 誰知高普是用他來接替 廢明爐的毅9號位置 開始一加盟幾天 就因為廢明爐的受傷 對中只有沙拿和劉尼斯可以用 所以練球都沒有練到幾個課 就要馬上下場比賽 當時就看到他有點迷惘 而且他的速度又不快 盤樓控球全球的技術又不算突出 整個人看起來就好像找不到什麼優點 大家都開頭以為是否入了水貨回來呢 但夾了一段時間後 就慢慢漸入街景 見到他打個毅9號的位置 回來中圈拿球回球組織 甚至乎自己背身拿著球直接轉向前推進 這樣那麼直接的玩法 其實連廢明爐都做不到 對曼聯的時候 一場攻入兩球更是金貴的代表作 後來球隊中場有雙兵 而前射救人的時候 高普甚至乎安排加普 去踢中場中的位置 而高普也有讚過他很聰明 戰術理解和執行能力都很高 所以其實都十分外戴他 歸尾正選位就坐得挺穩 來季應該都會有很多機會給他 前面提及的四個人 都是活躍於左路和中路 右路仍然只有沙拿一個 沙拿去年的夏天 和我們續了張三年的新約 人工就是隊伍史上最高的35萬磅 而今季你說他打不打得出這個 新籌應有的表現呢 我認為是打不出的 沒錯他的入球數字仍然都很不錯 50場上陣就入了29球 還有15個助攻 除了入球 今季尾段他拉邊收後 做個助攻的角色 也交出了不少的漂亮助攻 但是他的單對單樓過人 又或者右邊吸入大位 左腳燙射遠處的射門質素 這些都是比起之前他 因為他上附身時差了很多 沒有在之前那種 令人覺得 一到他的腳就會有神奇事情發生的感覺 不過即使我認為沙拿的表現 沒有以往那麼好 我仍然認為沙拿是應該要留下 一來 44個入球的參與 即是入球加助攻的數字 這件事是隊內最高之餘 其他球員連他的一半都達不到 最接近是紐尼斯入14球加4個助攻 以及費命爐的入13球加5個助攻 兩個人的入球參與都只有18球 或者早達雙約半季都有7入球8助攻 15個入球參與都很厲害 但始終還是跟沙拿有很大距離 他今季上陣分中達到4296分鐘 是全隊最多 比起門將艾利神的4230分鐘 還要更加多 你都沒辦法不佩服沙拿對於球隊的貢獻 以及那種瘋狂的出場時數 這麼多季以來他的傷患紀錄也非常少 這件事有些人可能忽略了 但其實都是很值錢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賣走沙拿的話 我們中場又要花這麼多錢去補強 那要找一隻右翼可以填補得到沙拿的入球貢獻 以及出場時數 其實會是非常困難 對球隊的成績都是很大的風險 所以即使沙拿表現的確是差過之前 但我並不贊成在這個階段賣走他 或者今季可以分多一點右翼位的時間 讓艾利諾推上去試試 或者祖達和迪亞斯都可以上去右翼位頂替一下 其他人開始分擔到多些想像時間 慢慢舒緩了對沙拿的依賴性 才再慢慢考慮 下年要不要賣他 還是等到兩年後他完略才走 所以其實我對於前線的建議 可以變動的地方都沒什麼了 雖然有個廢明爐走了 但他的替代品加普 就一月的時候已經買回來 現在手上有五個一線的風象可以用的情況下 其實是足夠應付到一季的需求 拆印的時候 後備還有兩個這麼好的進攻球員 可以換出來都已經很奢侈 去到最後的第六第七選擇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放些年輕球員都可以了 上年夏天從富咸加盟的發比爾卡羅魯 開頭大家都會對他有些期望 因為他是上屆英冠冠軍富咸的主力球員 不過他主要踢的位置就是攻中 而我們陣中一向都沒有攻中的位置 令到他要轉踢左翼才有機會 開頭其實還有不少後備上陣的場次 先有對班尼茂夫後備上陣入球 然後再在對紐卡蘇的保時 最後一刻窩裡微底射入絕殺球電勝 可以說是他今季的高光時刻 但然後就沒有然後 後備落場的時候表現不錯 但搶到正選位的時候表現差了很多 完全用不到球隊的踢法 經過連續兩場聯賽的正選 都只是踢了45分鐘就被換出 對於高普來說是一個很少見的情況 亦都證明到高普對於發比爾卡羅魯的表現 是有不滿意的地方 漸漸就算祖達和迪亞斯都受了傷 但高普亦都不選擇用卡羅魯 去到下半季的上陣時間就更加少了 世界背後只是踢過四場比賽 加上75分鐘的上陣時間 一約買了加普回來 寧願沒有練過球都直接放他到場 都不要出卡羅魯 所以情況是非常不樂觀 而高普季後也說來季有機會 將卡羅魯借走 而最近有傳出了RB來比世 就是德甲球隊想把他買走 但我們這邊仍然說是發比爾卡羅魯 為長期的培育對象 所以不想在這一刻賣走他 或者要出動到高價加回購條款 才有機會成事 否則來季都只會是外者出去爭取上陣機會 只要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其實直接賣走法比爾卡羅魯 都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始終他的工中位 就真的我們沒辦法提供給他 留下上陣時間又少 好像浪費了他 本身簽回來的價格也不高 就算賣出去都很容易賺到錢 要收回二三千萬磅 我覺得就不會太困難 不過就有20%的轉售分成要分給富咸 如果球會今夏天不太多轉會資金 想要賣人籌期的話 我們手上就不是那麼多人可以轉售出去 那賣法比爾卡羅魯 都是一個選擇 但如果不急的話 借他出去英超球會打一季 試試也沒有壞 始終法比爾卡羅魯身上 將藥還有四年才完 不用急著弄走他 但內季的祖軍 應該就要預料卡羅魯不會留下坐後備 前線的後備位 除了之前在中場說過 可以踢中場中和右翼位的艾利諾可以推上來之外 還可以放在奔都盒 這個17歲的小朋友上來 今季他有五次的一隊上陣機會 還包括了兩次的英超上陣 不只是踢一些輪換的本土杯賽 而出來後見到他的盆扭突破也是非常大膽 短短的時間之內已經見到他的侵略性非常強 踢年輕梯隊的時候更加表現超班 來季應該都會有不少的機會可以上來踢 高浦之前說歐霸分組賽 如果想出一些年輕人去踢的話 他就是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球員 所以都很期待這位來自瑟奴迪的蘇格蘭小朋友 下季會不會多些上陣機會得位而出 所以風扇上面基本上 全部都是手上已有的舊人 就不需要作出什麼特別的補強 沙拿、加普、祖達、迪亞斯、紐尼斯 全部都會留用 卡拉路外借或賣出 而艾利諾和賓都黑就會做第六和第七選的替堡 說完前中後場之後 進入實際比過提議方案之前 我想跟大家先講解一下歐洲賽的註冊要求 始終我們今季還要踢歐霸 還要就這件事來組建我們的球隊 首先大家都易熟能場的 就是25個註冊名額 有17個外援位 8個本土培訓球員的名額 當中那8個入面 就要有4個來自球會自家培育 主要都是看球員在15至21歲的時候 有沒有3年的時間在英格蘭 或者利物浦球會本身接受訓練 就和國籍是完全無關的 好像基里夏這個愛爾蘭人 他都是球會的自家清訓 而未來巴吉迪如果過了21歲要註冊的時候 他這個西班牙人 都會是我們球會的自家培訓球員 而如果隊內的本土培訓球員 是不足夠的話 就會造成註冊不足25個人的情況 我們這幾年其實都是經常發生的 最初也有說過今季走了基達和輝命路 他們兩個都是外援球員 就有少少外援位騰空出來 但同時也有詹詩米娜、張伯倫要走 菲利普斯和基里夏也有機會會走人 球隊裡面得回神軒、阿力森達、阿諾、居力士眾師和雲丹貝治 足夠22歲註冊做本土或自家培訓球員 這個位置是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同時2022年1月1日打後出生的球員 即是下年1月1日才22歲的球員 是可以以無人數限制的List B註冊 艾利諾將會是其中一個來 不過他們又不只是看年齡那麼簡單 加入List B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至少要效力著我們的球隊兩年才行 所以上年先加盟的奇魂藍絲和發比爾卡瑞露 其實上季初都霸用了我們歐聯的外援註冊名額 而巴積敵上季初歐聯也是要註冊的 只是去到1月的時候他就剛剛足夠轉會過來兩年 所以下半季就可以進入List B不用霸注冊位 而來季的註冊上面 奇魂藍絲、發比爾卡瑞露和笨道赫 這三個都是上年夏天才加盟的球員 全部都要註冊 想他們踢到歐霸就要預算他們的位置 不只是計算整年那班人有多少個外援就可以 不過這種註冊規則其實就是 只是僅僅適用於歐洲賽上面 英超就相對上不太嚴格 雖然都是限制17個外援名額 但那8個本土培訓球員 就沒有限制到你有多少個要自家培訓 而且剛才提及到List B21歲或以下的球員 在英超效力是不需要效力到自己對球兩年才能加入 所以就算新加盟的21歲以下球員 都已經可以馬上進入無數量上限的年輕球員註冊名單 接著就數一數手上那班成年的外援球員 門將艾利神、阿祖安、放線雲迪克、干拿迪、馬力浦、羅伯神、森美卡斯 中場是塔高、法賓奴、前線是沙拿、加普、迪亞斯、祖達和紐尼斯 這裏就會有14個人 加上剛才如果歐洲賽想註冊的3個年輕球員就會變成17個 即是已經馬上滿了外援位 所以大家經常都說要放棄祖公美斯 但根本我們都沒有這個本錢去做 在這樣數之下大家就會明白到本土培訓名額的重要性 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轉會槍的操作是無法忽視本土培訓球員的需要 講完外援位就終於可以進入整體 就是提議一些實際的操作方案 我會作出一個進取的方案和一個基本方案給大家參考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實際球隊可以運用的轉會資金有多少 但因為今季都有不少的球員滿躍走了 騰出了約50萬磅周身的薪酬空間出來 即是一年就有2500萬磅 加上打不入歐聯應該都會減少球員的薪酬獎賞 對於轉會資金應該就會有所幫助 以及對上三季投會的轉會剩支出大約是6000萬磅左右 加上最近兩季都分別還了7000萬和4000萬磅給銀行 如果FHG肯減慢還債的速度來救一救對球 可以動用的轉會資金應該就會比以往幾年多很多 而在我最理想的進取方案中 門章位置就用2000萬磅買走基里夏 中堅800萬磅買走馬迪普 500萬磅買走菲利普斯 200萬磅買走賴斯文涅斯 4000萬磅買入添巴 左閘2000萬磅放走森美卡斯 2500萬磅買入獲加比德斯 加多個英人 中場6000萬磅買入麥卡里士達 4000萬磅買入積分道林 3000萬磅買入甘拿加拉加 200萬磅買走青分猶原禮頓奇特神 再將法比奧卡里路借走 去騰出外援名額 這個計法下會動用1億3800萬磅 賣走6個人再買入5個人 而這種操作後 陣容中的門章是 艾里神、阿祖安和哈菲達維斯 裝機由雲迪克、干納迪、天巴、祖高美斯和雲丹貝治 左閘羅伯神和獲加比德斯 右閘阿祖安和奇魂藍絲 中場神軒、塔高、法賓奴、密卡里士達 基芬道林、安娜加拉加 居力士眾師、巴吉利和艾里諾 計算半個 有8.5個人在手 前線是沙拉、迪亞斯、加普、紐尼斯、祖達 再加半個艾里諾和小將賓奧克 6.5個人 每個位置都至少會有1個後備球員 要應付聯賽和歐霸戰線應該就非常充足 這算是資金足夠之下可以做到較好的方案 萬一錢不夠花的話 都可以換一個基本合格的方案 至少買入一個中堅、一個防中和一個中長中 左閘不換過本土媒份名額的話 中堅的收購目標可能就有些調整才行 剛才看到陣中可以轉賣出去籌棋的球員 其實就不太多 只有基利夏和馬力普會是值些錢 森尼卡斯就看我們肯不肯放出去 所以資金少的話 就算不捨得的情況下 都要放走可以放的人才行 賣走基利夏、馬力普、菲利普斯和萊斯 在這個基本方案中都會繼續 但就因為沒有左閘位填補鷹人位 所以就要在中堅買鷹人 之前我推介過水晶工的基爾 或者車路士借去白禮頓的高維爾 當中以基爾就應該會比較容易買得到 因為白禮頓曾經出過3000萬磅買高維爾 但失敗了,車仔有說想留給自己用 所以基爾應該是較為實際的目標 當他4000萬磅可以買到 接著中場買繼續放走 利頓奇特神,買入的有密卡里士達 而防中或者放棄杜林 買個大概便宜1000萬磅可以3000萬磅買回來的乾尼 這樣去解決中場的需要 而發表卡里士達到2000萬磅放出去 我認為是可以的 這樣的操作下 就會買入3個球員 而賣走6個球員 轉會的正支出就是7300萬磅 如果大家對FSG的投入有懷疑的話 我想這種操作應該會較為符合他們以往的作風 這就是我總結出來對於這個夏天轉會槍的提議方案 接著來就要看看FSG到底有多少誠意 或者班主不投入的情況下 球會算不算得定條數 可以給多少錢出來做事呢 大家也不妨留言去說說 各自覺得這個夏天的轉會槍操作應該是怎樣 看完我去分析大家有什麼意見 接著下來離開球會開始回季前操練 就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離開聯賽開列就有兩個多月 離開轉會槍完結就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就看看球會真正會做什麼 買什麼球員回來 有什麼新消息或者新球員加盟 我都會跟大家更新的 多謝大家這三集以來一直的支持 今集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的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尼斯台鳳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瘋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路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瘋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尼斯台的瘋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再見 再見 再見